直升机紧急用集水带灌旧 在分向浓烟密布的山林之间 而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西班牙的马哈斯山脉15号爆发野火 就连西班牙南部省份马拉加的热门观光景点也告急 让当局紧急出动多架直升机前往救援 热浪清洗欧洲西南部 不但地中海中边国家纷纷出现破纪路的高温 飙到摄氏46度 从西班牙葡萄牙到法国西南部等 近期更已经累计超过20多场热火 而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更警告 未来还有热火爆发的高度危险 法国气象局也预测高温将会延续到19号 还有这种可能性 达到40度 我们在英国的记录 这种很惊喜 甚至认为某些的机构模式都摘得非常高的温度 这连与法国一海之隔的英国也齐文报表 15号气象局发布英国史上第一个国家紧急高温红色警报 警告绝大部分的英格兰地区以及威尔斯的部分地区都面临高温的威胁 此外英国史上最高温的记录是2019年在剑桥测到的摄氏38.7度 专家指出这项记录接下来很可能被打破 欢迎新闻陆小平周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